各位朋友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新闻钟视频 特意和大家讲什么 首先第一点我也是提醒大市的方向 其实今天恒生指数 都是出现低虚小幅震荡的情况 这种低虚震荡 其实和昨天的市场是比较大的一个预期 就是说昨天出现单日大阳线之后 通常第二天都是一种震荡行情为主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像我们的年前 年前多头的动力比较强 这种多头动力比较强的时候 大阳线之后还可以高虚高打 但现在的环境不同 市场的情绪和整体的趋势是没那么强 这种是向上趋势的突破加速 而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超跌过程中的一个反弹 所以它就很难说在即日大阳线之后 还会出现夹着向上冲的一个动力 所以在美类来说的话 我认为恒生指数仍然会震荡向上的 比较大一点 但是这里我们预期 它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在后期我觉得 依然可能还要关注一下 这个偏估空型的指数 比如说你看7500 或者7552 这些整体的趋势 依然也未走完 所以去关注或者看回来 就知道它们的一个指数 大致的方向 那关于过股的话 其实过股 更多是跟我们的数字中国有关 就是这个算力 和数据服务等等 这些类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看到今天很多股票 它都是冲高回落 冲高回落 就是整体上没有太大的一个操作的价值 所以呢 如果想做的话 只能以day trading的形式去做为主 好吗 那这个是大致的一个思路 和今天大家分享 依然是维持day trade思路 接着呢 在3月8日附近 要注意一下 可能会有个变盘